我第一次面对师父 而且还心里面不是非常相信 这个是怎么可能 所以我觉得不是很了解这个情况 是什么样 那我想如果愿意的话 那我们一起来看圣经 来多认识耶稣 这样一起看圣经的时候 刘泽梅总来没有发问题 我心里面觉得 刘泽梅到底心里面相识 对我来说是一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 我很想知道你的想法 可是你总不说 那我们继续着看 我说有没有问题 没有 有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心里面圣经跟我说 你这个六姊妹已经相信耶稣 我觉得很惊讶 不敢相信 可是因为我已经习惯听圣灵的声音 所以我觉得我要问你 所以我说圣灵跟我说 你已经相信了耶稣 他说 六姊妹说 是 我已经接受了耶稣 所以我大变化给他 对 真的今天看到刘泽丹 我真的打从心里很高兴 真的 我觉得真的是很奇妙 我只要看到一个人受洗 然后一个人在主里面越来越喜乐 我就说主啊 你真的是又真又活 因为有时候我还会想说 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宗教狂热 可是不是 我觉得不是我自己能 有时候我们会说 有人会说 你们好勇敢 我相信我们两个都了解 这个不是我自己勇敢 是神 神的大能 所以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对 要救一切信他的人 那个师父已经讲过说 你们如果要还属的话 要到佛面前做一个仪式 这个在我心中是一个很大的 很大的那个问题 所以我当时我就有问正姐说 说我是不是需要回去庙里 来做这个 所以我要告别这个佛教 但是他告诉我说 神是最大宇宙的真实 神神 所以所有的介意都在他的下面 你不用害怕 对 这样子说我真的 我就是一点也不害怕 就这样冲破我一个最大的一个难关 对 很多人就害怕说 是不是我佛教徒现在来信耶稣 我家里会不会受到惩罚 会不会有这些问题 这也是佛教徒一个很大的困扰 是 我们今天更明白的 对我相信你到今天 你非常明白 那都是想的 什么佛 什么菩萨 都是人想的 所以你去跟他讲有什么用 神是大过一切的 不只大过一切 我们今天信了主耶稣 主耶稣是什么 是恩典 恩典在律法之上 今天不要说佛教徒 以犹太教徒来一样 这个时代是恩典时代 恩典时代 就是主耶稣基督胜过一切 就是罗马书好像是六章那边 生命之灵的律已经释放我 脱离罪和死的律 所以这个律就是宗教的律 不管你是犹太教的律 什么教的律都一样 何况犹太教还真的有神 那你说其他的宗教都没有神 那些神都是想的 都是想出来的 所以他的律不成立 主耶稣基督是律法的总结 这个一切的律就是神在表白 他就是这么的圣洁公义良善正直 慈爱 但是人没有办法去遵守出来 所以一定要靠主耶稣的灵 进到我们里面 我们是靠着他做人为 他掌权 所以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所谓乃是基督就是我今天活着的 所以保罗又说 如今我在肉身里所活的 是我在神儿子的心里 与他连结所活的 他是爱我 为我舍了自己 所以这个舍了自己一样 放在里头的时候 我们就要舍自己 不断的舍 不断的把自己去掉 像施习者约翰说 他必兴旺我必衰违 所以我们以前我就说佛教也讲我 不再是我 佛教只有讲一半 不再是我 但是乃是什么 后来搞到什么空 不空如来障 那到底不空是什么 只是嘴巴讲不空 可是只有主耶稣基督是实际的不空 因为不再是我不行 乃是基督 才能活出来 在肉身怎么活 一定要跟主耶稣连结 因为这一位主 我们什么都不怕 恩典是在律法之上的 亲爱的观众 你们刚才听见 两位姐妹的见证的时候 如果你很愿意羡慕的话 耶稣是一样爱你 爱你们 也愿意到你们生命里面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 你可以跟着我做一个祷告 简单的祷告 请耶稣到你生命里面就可以了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今天到你面前来 我也愿意接受你 求你赦免我的罪 接受我的生命 住在我里面 求你做我救主 也做我生命的主 带领我们的医生 也帮助我 荣耀你的名 这样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亲爱的观众们 如果刚才你在 心里面做这样的祷告 你就是进入 耶稣的里面 还有神的家里面的一份词 这个以后呢 请你找你住地方 福建的教会 来教会 国教会的生活 地区 见实 有些园 碌 高兵 是